好,我們先看一下那個 有人有同學在想說 老師那個作業到底在哪裡,搞不清楚 我這邊把作業的位置給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 第一堂課 是屬於二年級的程度 三年級,三年級的第二堂課 第一堂課如果你上完了,不代表第二堂課可以跑掉 請你把學習帶拿來 不然就是做 專題,或者是做學習記錄 很多同學到目前為止自然科的學習記錄都沒有做 學習記錄 對,學習記錄 對不對,這位宣語先生我們已經第五週了 缺四次的學習記錄了 尤其你是我這一組的 好,然後呢 這是我的部落格 我會盡量可能把我的課程都放上來 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學習的作業 所以你不要再跟我講說 老公,不知道作業在哪裡 你今天要進到部落格 你說那老師你的部落格在哪裡 OK,好,沒關係 你從清水 看 螢幕 OK,這位先生 你換個位置 不要在這邊 你到那邊去做 是 好 你在清水 這是我們清水小校 清水小校的部落格 有時候會把我的課程紀錄放上來 像這個 這是我課程紀錄 點進去呢 就會連到我的部落格裡面來 那我的部落格裡面 這個就是 這是這學期的作業 這學期的作業 點進去之後呢 它會連到一個 Google文件 只是它是一個發行版 Google文件裡面呢 有所有的課程 國一的 國二的 國三的 國二國三的 放在一起 那這樣每次上課的 作業 學習單 點進去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學習單了 那你學習單如果 掉了 或是還沒有寫的 如果你想用電子版的 請你用這種方式去把你的作業補齊 如果我 扒了一次 我就不會再扒第二次了 那第二次除了說你請假 你要跟我拿 否則你今天如果沒有 沒有學習單的話 就麻煩到這邊來處理 那OK嗎 OK OK 所以這樣清楚位置了吧 你可以從部落格 你如果忘記了部落格 麻煩 想辦法找到一次之後 把它射成我的最愛 那以後就可以 很容易找到這個部落格 語容清楚嗎 要怎麼把部落格射成最愛 他很清楚 我懂 但是我不願意解 OK你不願意解 你知道從哪邊找個部落格嗎 我懂 但是我不願意解 你要這樣做的啊 我不知道 從清水嘎笑的粉絲傳進去 好 好 清楚了齁 OK 好然後 怎麼樣 這兩條 什麼 這兩條 上課要上課 要將水屁 我先先介紹一下 為什麼要這個東西 什麼哪個東西 將水屁 沒有 沒有這是我們上禮拜 我們昨天講那個 講生物的課程 對呀 好 擴散作用 擴散作用沒有錯 今天起有沒 今天起也會講到擴散了 OK 好就這樣子 好那個 可以坐回到 有桌子的位置 有桌子的位置 有桌子喔 有 現在你幫我們講到哪裡 想到濃度 濃度的角嘛對不對 聞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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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什麼 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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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上到水分子裡面 所以我們就看不到整塊的糖或整塊的鹽 所以這過的就叫溶解 它慢慢的把糖的分子從固體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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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走 好 這叫溶解 那我們的溶解度 什麼叫溶解度 溶解度是多固定的 假設我現在一杯水 我可以加多少的糖或鹽 我可以加多少 我可以一直加嗎 一攪拌它就會溶解 它糖啊 水啊 就一直把它帶走 不會 會飽和 會有一個程度 會有一個量 對 會有一個量 它就不能再溶解了 你這樣往下丟 它就只會跑出來 在底下跑出來 它沒辦法再溶解 這個東西就叫做溶解度 或者說它到飽和容易 飽和容易就是說它不能再溶解了 這個假設就是鹽好了 鹽的分子已經散步到水分子當中 已經擠不進去了 就像說我們這是一個大石頭 大石頭中間是個小桶器 真的喔 好 我這個小桶器當中我可以塞什麼 我可以塞小石頭 好 這小石頭塞進去之後呢 欸 會不會 塞滿 會不會 塞滿 不會塞滿嗎 我假設這次叫做 到超過這條金錢都滿好了 我們小石頭可以一直塞 塞沒有紙巾的塞嗎 不能啊 不能 它一定會滿 對 當它滿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是叫做飽和了 它已經塞不進去了 就是你的糖 鹽已經進不去水分子之間的間隙了 已經進不去了 這時候鹽再丟進去呢 鹽就會跑出來 鹽就會在底下跑出來 這時候就叫做 鹽不是解離作用 不是溶解的作用 它還是一樣 它會有一點極限 它不能完全一直解離 它被解離 我上次講過 它被解離的時候是 NACL 它分別被 正的話是 被癢給帶過來 對不對 綠呢 是被 青 因為青在這邊帶正電 把它帶過來 那你看我們有多少癢多少心 我能帶的量是很有限 我並不是可以無直接一直帶 一直帶 當我帶不出來的時候 綠跟鈉就是結合得非常好 它就變成綠化鈉的分子 就在下面沉澱了 它溶解不是完全可以完全的溶解 關體OK嗎 我OK 我在聽 我OK 在聽 我看這一點 聽不到看在哪裡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塞塞塞塞 塞到滿了之後 塞不進去之後 就已經是飽和了 就是飽和了 好 所以一個容易 假設有怕塞滿了 不同的物質 這叫融子 融子塞塞塞 所以它滿了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叫做這個融液 就叫飽和融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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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每一個水 對每種物質的飽和融液 的飽和度都一樣 譬如說 這是一杯100克的水 我加鹽 假設是加30克 飽和 那我加糖可以加幾克 可以從這邊知道嗎 30克 糖 假設現在改成糖 30克 30克 跟我們別的答案 31克 31克 一個人真講 一個人真講 一個答案 講不通 沒辦法 我講什麼 這裡我講什麼 會被他丟你的 他說33 這一杯水 我加30克的鹽之後 攪拌攪拌攪拌 我發現30克都是飽和的 我怎麼證明它30克飽和 只要30克都飽和 蛤 怎麼證明 他有沒有辦法再去融結 對 你講快一點吧 你舉了手 我點了你 我沒有舉手 自首 那你要講說 對不起老師沒事 對不起老師沒事 我不是 我不是要回答問題 他幫字節舉 所以 我們剛剛講的 融結過程是 鹽或糖的分子散到水分子裡面 剛剛那個空間已經滿了 他沒辦法再散進去的時候 這時候他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的那一剎那 他已經擠不進去的那個情況 比較飽和 這個水容易就叫飽和水容易 這樣清楚嗎 好 現在有一杯水 100克的水 我丟了30克的鹽 我發現30克丟它的飽和容易 請問為什麼我發現 因為你炒到 蛤 鹽跑出來 鹽跑出來 是在30克跑出來 還是31克跑出來 還是30.01克跑出來 30克之後跑出來 30克之後跑出來 但我一直這樣 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攪拌再加進去 在加進去的那點鹽巴 都沒有辦法溶解的時候 那就是搞溶液 不可以這樣做 可是這樣做不是很奇怪嗎 這樣 我當時要攪拌一分鐘 不會溶解 攪拌十分鐘不會溶解 攪拌一個小時不會溶解 它不會溶解 這樣做不是很棒嗎 你為什麼 對 加溫 加溫啊 加溫那就不一樣了 加溫一般來講 你在加溫的情況之下 分子跟分子的間隙會變大一點 所以你給溶解不會再增加 你可以溶更多的水 溶更多的鹽 溶更多的鹽 溶更多的糖 可是這時候已經不是 情況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想的時候 這杯水 它的飽和溶度 它可以溶多少鹽 怎麼證明 怎麼去求 怎麼去做實驗 一顆一顆慢慢加 一顆一顆慢慢加 第一個將去溶解了 第二個將去溶解了 第三十顆的將去溶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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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剩下了 融解度多少 30.0 0嗎 確定嗎 0.5 你怎麼知道後面加那個 30.0 0是預估差 大約於30.0 大約30.0 你怎麼知道我後面再加那個 是有溶解多少 或是沒有溶解 是0.5 你是攪拌一個小時 知道還是攪拌兩個小時 還是攪拌一分鐘 就知道了 嗯 攪拌一分鐘 好確定喔 攪拌一分鐘 就知道了 你應該做過實驗嘛 我們加糖 攪拌 你會因為 你在家裡沒有泡過糖水啊 沒有 泡過糖水 在家裡沒有用糖去攪拌 阿伯,有沒有蜂蜜攪拌過 有攪拌過蜂蜜 蜂蜜當天剛才攪拌的時候 它是攪在下面 對不對 越攪拌越攪拌 攪拌後 欸蜂蜜不見了 蜂蜜去哪裡 吃掉 蜂蜜被水吃掉 一直都在水裡 蜂蜜就溶解了嘛 它就不會一塊 蜂蜜就溶解了 它不但不知道它要 蜂蜜還是會攪到下面 不會 你如果攪拌得好的話 如果它完全溶解的話 它就不會在沉邊出來 那時候叫做溶解了 假設你現在蜂蜜加了很多 加了很多 然後你攪拌攪拌攪拌 就像剛剛軒蜜講的 它那個 補合 它補合之後 它停下來的時候 蜂蜜還會再滑下來 那是補合 一般來講 吃補合的蜂蜜水 那才能看 你告訴我 如果我沒有記輸的話 巧克力牛奶 就是 夾一夾夾夾夾 然後後面還 就是後來講 欸是可可 然後就是 有東西會怎麼樣 那就是沒有溶解啊 可是一般來講 可可不是容易 不是水容易 可可是懸浮 懸浮液 它是微生物 它不是 它的顆粒是散在 它顆粒是可以看得見 散在水中間 它是小的顆粒 它不是溶解 溶解是就看不見的 叫溶解 清澈的叫溶解 你只要看起來有顆粒 有顆粒 所以在表 你泡好可可 然後在那邊放三個禮拜之後 你就看到水又出來了 那要看狀況 有時候呢 這個溶液 如果它的密度跟水差不多 它不見到沉澱 是喔 它會浮起來 它會飄得 我們就像牛奶 牛奶太遠就是牛奶 它不會變 上面是水 下面是哥哥 不會吧 它就是會為神固定 然後停在那個地方 對 它就是懸浮液 懸浮液 那個浮 就表示它浮在水中間 表示它停在中間 懸浮液 它懸浮液 表示懸在空中的意思 懸浮液 那 我們 再回來我們剛剛的問題 我現在這是一杯100克的水 我現在加糖 我的做法呢 你現在看我的做法 跟自己的做法不太一樣 我的做法是 我直接加100克的鹽 攪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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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拌五個小時之後 我拿一個濾紙 把剩下的鹽結濾起來 濾過去的水 是飽和水 飽和容易 那我可以再把這邊的鹽 拿去烘乾 趁它多少重量 我把100克 你直接拿去做比較完 裡面有水啊 你做法是一樣嗎 這樣做法跟你做法不一樣 因為你會不會加那一克 不見得完全溶解 也許可能還沒溶解完 比如說時間結束 你只有攪拌一分鐘 可是烘乾就是會有溫度 溫度就會把它再溶掉 可是我看到水完全不見了 它不會再溶掉 對不對 你看喔 我現在過濾的時候 把剩下的鹽 填在這邊對不對 這一杯水就沒有鹽了嘛 對 這一杯水絕對是飽和容易 像自己做法不見的是飽和容易 因為你都調拌一分鐘之後 你不見得完全 已經還不見得到飽和 你會攪拌四個小時 你知道這樣一直攪拌四個小時 你不用管我 我有機器啊 我用機器攪拌好 不用自己攪拌好 所以 我再把這個鹽撐出來 假設我原來是100克的鹽放進去了 我後面把它烘乾之後 發現這邊也有32克的鹽 請問我這裡面應該有溶解多少的鹽 為什麼要烘乾 因為你不烘乾的話 這裡面要有水的重量 什麼意思啊 這個鹽 是我從鹽水倒出來的渣渣嘛 那渣渣不算是有水分 那這個水分會有影響的重量 我如果去蹭的話 蹭出來的重量不是只有鹽的重量 它有渣渣的重量 所以我們知道 到底我做到鹽沒有溶解 我是要把水給乾掉 要把它烘乾 烘乾完 剩下的鹽就是 融不進去這杯水的鹽 假設我蹭出來這杯鹽有32克 我溶進去多多分的鹽 我在講天花夜長 為什麼每個人都看著我 不講話 等一下 那個鹽濕的時候 水分還有溶解掉鹽嗎 對啊 讓它還是有溫差 沒有啊 你把水砍掉之後 這樣就化了 不是啊 那鹽還濕的時候 狀態 你還沒用到一種 它不是已經跟鹽溶解過 它不會溶解啊 因為它很薄 不是啊 就是之前的三十克那些 不是跟水有溶解 對啊 對 然後裡面不太溼溶 所以裡面還是 所以我剛剛說 這一點的水分的鹽會再跑出來嗎 不會啊 那你是說什麼 這是鹽的顆粒 對 這是還有一點水分 對 然後水分裡面不是還要跟鹽溶解 對啊 我知道 所以我的意思說 你說那水分裡面也會再跑出來嗎 對啊會啊 對啊 所以它就有誤差 當然有誤差啊 可是我這樣確保 這杯水是飽的容易啊 你那杯水不見得飽的容易啊 為什麼有容易算 我覺得是飽的容易 因為我時間夠長啊 我溶解的時間夠長 因為你溶解到越後面 它越難溶解 所以你要一個長時間的溶解時間 它能夠慢慢溶解進去 好 你如果沒有足夠長時間 它不容易溶解進去啊 是 溶解怎樣 你會不會你舉手 對喔 那可以用果子去 直接把那個鹽直接打碎 丟到水面解了 那會起火 全部都溶解 不會不會不會 它會什麼 就算在碎它也不會全部溶解 搞不好會喔 睡到你燙 就不會 我把它睡到每一顆都變奈米等級那麼小 丟到水面它不會看不到 溶解 溶解 你講的東西有可能發生 但是在碎米等級 因為它水面的話 事實上它鹽巴會再重新組合成鹽管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溶不進去啊 它就會跑出來 跑出來的時候它鹽就跟鹽刻出在裡面 這邊是 鈉跟綠碼 這邊在附裂 所以它組合是 另外一邊的鈉就是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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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接一接一接它就變一塊鹽了 你知道 所以你可以簡單做實驗 陳佑講的東西 如果你有時間你去拿一湯匙的鹽 倒進去一個杯子裡面 你剛放到外面放大概三個禮拜 它就變一塊鹽 它就不是一堆鹽 它鹽跟鹽之間就連在一起了 好煩耶 切瓶 懂嗎 所以就當我現在把它打得難提 但是它水裡面 一下子它就變鹽快了 它要重新變成鹽快 一下子可能大概是 三分鐘 一個小時 三分鐘有可能 有可能三分鐘 事實上我這邊再講一個概念 當它這個飽不容易的時候 我們底下已經有鹽 假如把這個鹽放大一點 鹽快 這個鹽呢 同時間是在被溶解 那又溶解度又增加了 對不起 它同時間有些鹽會黏回去 這叫做動態平衡 你撞出去了一個鹽塊 另外鹽就黏回來 因為這個塞進去的時候 水的空間不夠了 另外一個鹽就會被擠出來 所以它這個動態平衡 我又打掉一個鹽巴 又再黏回一個鹽巴 所以那個鹽這個表 這個形狀是不會固定的喔 它是一直在改變的 它在飽和溶液 那個鹽的結構形狀 是一直在改變的 它其實不斷的溶解 不斷的黏回來 不斷溶解 不斷的黏回來 所以它是表面 外觀形狀是一直在改變的 好 我們再回來講這個 飽和溶液的部分 所以要做這個飽和溶液了 好 回到剛剛的問題 我現在用100克的水 溶了30克的鹽 假客人知道 這30克就是極限了 也就是這個時候呢 這個水已經沒辦法 但是我們溶更多的鹽巴 奇妙 假如我現在把鹽放進去 我可以溶幾克 剛剛我們 冠妮說30克 然後薛妮說30克 這個 有沒有別的答案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我用這一杯100克的水 我溶解了30克的鹽 而且這30克的鹽 非常容易 已經飽了 它不會再溶 再多一點點一顆 都沒有要溶解了 這時候呢 同樣的我再取同樣一杯水 一樣是100克的水 我改成糖 請問給融多少可能糖 那水是 不知道 一樣的水 不知道 搞不好那水不純 一樣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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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水都會訂閱我 那水的水 你要 請問糖可以溶多少 30克 不知道 真的是少見多 答案是 不知道 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它分子的大小不同 結構大小什麼都不同 你想想想 假如不要用糖 我改成沙子 可以溶多少 溶掉了 溶掉了 你懂意思 所以我們對不同的溶子來講 有不同溶解度 你不能說 我知道它可以溶30克一點 所以所有東西都可以溶30克 那你加鐵進去看看 灰溶30克 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沒辦法從一個物質 去推搶另外的物質 都會很容易 所以 我拿一杯水 然後裡面裝滿了糖之後 沒有裝滿 就裝一些糖 所以 過很久之後 它就變糖的結晶 會 真的喔 你知道冰糖怎麼做的嗎 你知道冰糖怎麼做的 不知道 冰糖就是 那我可以把 一大堆冰糖 你丟水裡面 變得很大的 你知道嗎 早期以前 我們吃冰糖 冰糖 它叫做 什麼叫做 冰糖 你吃一吃都會覺得 裡面有一條綿線 為什麼有一條綿線呢 它做法是這樣 我用飽和的糖溶液 那我們要長青 長青就是需要加一些東西 我就把那個綿線丟進去 然後因為 綿線對這些糖水來講 它雜質 然後你把這個糖水降溫 或者是讓它蒸發 蒸發的時候呢 蒸發我空間就不夠了 然後糖就要跑出來 糖要跑出來 那要怎麼跑 它要有東西可以黏 才黏得出來 它就黏到這上面 黏到上面 然後就越黏越大塊 越黏越大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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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冰糖 冰糖這樣形成的 那些在為什麼用的鞋 現在是用比較多的 現在用那個新的科技方法 它做的方式 它不做了 因為綿線搭車不舒服嘛 你喝咖啡 一條綿線 你會舒服嗎 不舒服嘛 所以 大家用筷子呢 現在做筷子也可以 就是一般來 你只要有些雜質就可以了 不同的東西 丟個沙子 好激動 他們有賣一種東西 就在四三顆我玩 對 就是 我們在那裡 就看到 他們有用一根竹筷 所以就差不多這麼長 那種竹筷 然後上面都是那種鞋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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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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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以前 想在吃過那種糖 它就是一把 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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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這邊呢 就是一堆糖 驚奇還剛好是那個 平行四邊行的 那流上 可能是比較特殊的糖 也許不知道 然後呢 這裡抽起來 後面就是糖 就被帶著 那這個糖呢 有大塊糖 小塊糖 先就抽看抽到哪一塊糖 一抽 那小塊糖 可能 一次要十塊錢嘛 十塊錢 只抽到一杯小顆糖 那十塊錢抽到一個大顆糖 那大顆糖 我拿一個 就跟那個什麼 棒棒的一樣 就跟那個什麼 棒棒的一樣 你們可以做這個遊戲 好 那 這是 結晶出來 結晶方式 然後 我們現在講的是 好 好 那請問 我現在的飽和容易 假設我現在知道這杯水 100克成龍山車的鹽 可是我想融更多的鹽 我該怎麼辦 想辦法 我在想辦法 想什麼辦法 聰明的你可以告訴我嗎 加溫 加溫 我加溫 我把溫度增加 可以融解更多的鹽 為什麼 因為溫度 我當然知道 就是因為加溫度 因為到原子距離變大 一個原子距離變大 還有什麼原因 促進水分子運動 促進水分子運動非常好 我水分子跑得更快了 我們剛剛講的嘛 在一個動態平衡的情況之下 我撞了一顆鹽 我是不是黏一顆鹽回來 可是我水分子變快 跑得很快 所以我可能從前 一撞兩顆鹽跑出去了 可是黏過來 只有黏一顆啊 我是不是可以撞掉更多的鹽 我是不是可以融解得更快 所以你溫度增加了之後呢 水分子在裡面運動得更快 水分跑得更快之後 它撞到鹽巴 就可以更容易地把鹽給 分散得更小 一個是分散的一塊 融解來自一樣 一樣的速度的情況之下 那我的融解度會增加 另外的情況是 水分子跟水分之間這樣近啊 我有點間隙又加大 我可以融到更多的鹽 所以我只要加溫呢 我的鹽就可以融到更多 我的融解度會增加 融解度就會更更增加 所以我們現在做個定義啊 什麼叫融解度 融解度指的就是 每100克的水 所能融解融質的最大量 原子中的間隙 什麼 原子之間的空隙 這跟我融解度沒關係啊 我現在講融解度的定義啊 你不是說那東西有空隙才可以嗎 我知道那是融解嘛 融解過程 那我現在講融解度的定義啊 我現在講融解度的定義是什麼 學位講一遍 融解度的定義是什麼 學位講一遍 學位講一遍 融解度的定義是什麼 我要你回答 我問很大 打他是不是 誒我問他 不行啊 呦說一下 什麼叫做融解度的定義 你去問他 我可能無法解答 征中的在聽嗎 我知道在哪邊 這你問一遍 什麼是融解度的定義 我知道了 不知道要怎麼講 不要再講這種話 OK 我再講一遍 100克的水溶解溶質 水溶解的最大量就要溶解度 清楚嗎 可是這個應該要溫度吧 才要溫度 這是什麼同樣溫度 同樣量的水 我沒有講他 他當然是溫度的限制 譬如說 100度的水 在某溫度下 溶解溶質的最大量 就叫做這個溫度的溶解度 你就知道了 好 講一遍 溶解度的定義是什麼 溶解度的定義就是 一個水 不是一個水 什麼水 鹽 不然呢 誰要講一遍 就是100克的水 然後在某溫度下 然後 多少量的溶質 然後 溶解的最大量 溶解最大量 100克的水是重點 100克 強調是100克 強調是100克 這是什麼 那如果一杯水 好 你那杯水 比我這杯水大杯 你的溶解是有多啊 那我可以寫那個 某 某 某豪酸 某豪酸的水在某溫度中 那個水在某溫度中 因為講某豪酸的時候 會變成說 那你講的我點度3 我會不知道你是什麼意思啊 你也比某豪酸不知道啊 這個物體在10度C的時候 融解度是100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A物質在10度C的情況之下 融解度 為30克 誰可以告訴我正記法的效果 正記法是什麼意思 正記法是在100克的水 10度C是100克 100克的水裡面可以融解到30克的融解 非常好 聽懂的意思嗎 正記法 所以在講融解度的時候 你要知道它的音是少 假設剛剛講說我們是某毫生 那你就知道這句話就沒有1了 對不對 因為那個某是多少不知道 可是當我已經告訴你 融解度定義它統一的全世界都一樣的 只有100克的水 這時候它就變成有1了 因為站裡面都一樣 就是A物質 融解度的定義就是 100克的水 在某溫度之下 所能融解融子的最大量 清楚嗎 好 所能融解融子的最大量 就是它的融解度 OK 好 那我們現在在做一個實驗 假設 我想看鹽巴的結晶 我應該怎麼做比較快 倒一杯水 把一堆1.8 用進去 然後就上升 加熱 加熱 那不會最快 加熱然後咧 讓水蒸發 讓水蒸發 不會最快 加熱讓鹽 跟 你問什麼 平均溫就會一直加熱 它應該容易 因為我舉個例子 剛才會說自己講什麼 因為自己講得不夠清楚 假設我現在1000克的 我先把1000克的水 我加了2克的鹽巴 然後 我要把2克的鹽巴變成結晶 我必須把1000克的水趕走 那我要燒多久 用100克的水 丟一個棉屑 不會很快 如果是100克的水 然後 好 容易 然後 高溫加熱 然後 然後 然後讓水蒸發 讓水蒸發 我們這個要讓水蒸發 再丟棉屑 再丟棉屑 他們可以拿 丟亮 對 結晶不能不能附走在杯子上 也會啊 但是它比較難 因為 一般來講 杯子的表面是光滑的 是光滑的 是姐 應該可以說 就是把水蒸發 然後 它會緊張 然後 這邊就 比較滑 然後 它從了比較多的 在把它秀 放肚子 它就會自己解 OK 之前講到一個想法 來 哈囉 哈囉 我在這裡杯水 我先給它加熱 最高可以加100度 我先 哈哈哈哈 好啦 發了 沒事 沒事 沒有看到 沒有聽到就算了 沒事 我現在加熱到100度C 我開始融鹽巴 我理論上 我可以融更多嗎 對 我有融點會加大嗎 對 假設我可以融就吃這個好了 好了 我再開始把火拿掉 降溫 我不用把它趕走 我就像剛剛志祺講 我一直要加溫 因為水變少 水變少 水變少 鹽巴水濃點的量就變少 它就跑出來 可是這個做法就是 我把火力降低 我如果降到0度C 我融結冰了 好 那降到10度C好了 可是 降溫速度跟蒸發速 是不是有差 當然 你看起來沒有錯 蒸發速度會快一點 蒸發速度會快一點 所以你剛才題目上講過 浪費的量 對 浪費的量 說得好 好啦 OK 至於剛剛講的沒錯 因為我是講最快的 那是8 你後面修正的方式會比較快 沒有錯 但志祺講會比較節省能量 我覺得它降溫 降溫情況之下它就會吸出 這叫做吸出 解溫就會吸出 因為我的溶解度降低了 我本來溶解度可能是50 我降到10度C 我溶解度可能剩下30 或剩下20 它就會跑出來 鹽巴就會跑出來 然後這樣吸出 可是事實證明 事實證明的狀況是 它不會那麼快跑出來 為什麼 這就是剛剛講的 假的這個杯子 是很光華的杯子 這鹽巴雖然想跑出來 可是這裡面現在 目前沒有東西可以黏 它不知道黏到哪去 它現在很擠了 我今天擠了鹽巴這樣出來 可是我跑不出來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叫過飽和容易 它不會要用金種 對 我剛才講明天都金種 對 你剛才講明天都金種 這個時候這個容易就叫過飽和容易 過飽和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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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飽和容易有什麼缺點 它很容易結晶 它很容易結晶 這時候這個鹽巴 在要出來 沒有出來的情況之下 就叫做過飽和容易 過飽和容易 它想出來但出不來 這時候我們剛才講的 我如果放一個棉線 我如果放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譬如放一個石頭 它很容易在這石頭上 長結晶 它很容易在石頭上長結晶 這石頭就叫金種 那如果手指頭放下去 把手放下去 什麼 把手指頭放下去 手指頭 你要放得夠久啊 你要把手指頭放在100度 是不是有水中 好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一種小罐子 一種小罐子 一種小罐子 對 油麥 對 油麥 它裡面放一個小石頭 然後你先把水倒進去 然後把一包粉 攪拌攪拌 你要用熱水 攪拌攪拌 然後蓋子蓋起來 然後放在兩天之後 它會長一根一根的結晶出來 很漂亮 它可以長在石頭上 為什麼 針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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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長出這樣 它可以長出那麼多結晶 好 那 長頭髮 一般來講結晶 結晶就是這種 晶體的堆積 就是這種分子的堆積 那為什麼長出這樣一根 不一定 不一定會長出一根一根 像岩媽的結晶 岩媽的結晶 我們從石頭到石頭到石頭 會長成正一方米 所以我真的可以拿一個大水盆 然後裡面做成糖的水 然後裡面都放一個法 然後再 拿一坨石在裡面 為什麼要講這種東西 為什麼要講這種東西 好 好 好 正向幾個 緊正向死法 停 停 好你說 停 之前 有一次 我是 在國小的時候做實驗的時候 他們就是 每次打鹽巴 有個地點 他觀察的 就打這個 用國一聲音的家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然後再打馬就這樣 哇 上邊也太高了 臥死 欸 你又沒辦法 你又沒辦法 你又怎麼出事 那被你看到 啊 中 欸 翻歸 翻歸 翻笑歸 狗 你可以告他 你可以告他 對啊 暴力 暴力 好啦 對 所以說 如果把他加熱 讓他去結晶 他好像 不會變成女神多 會不會很多巧克力 對 沒錯 其實剛剛 至於講的東西 我沒有說 我不認為說 加熱最好的方式 因為講是結晶 為什麼結晶 結晶的東西 你用加熱 它的晶體 不會是真正的結晶 它是很斷七八糟形狀 它不會那麼漂亮 你要變得很漂亮的結晶呢 你只有慢慢降溫 你要讓那個晶體 慢慢跑出來 那 也就是說 把它冰封在 一個小箱子裡面 然後裡面隨便放一樣東西 然後就塞進去冰箱 這樣 會有比較漂亮的 欸 假設你的後面結晶 是會像結冰 它就不會有結晶了 那 那個像 你懂事 你不能 放進去冰箱裡面 慢慢降溫 不要去碰到它 我給你看一下 結晶的 很漂亮的結晶 哇 這鹽的還 鹽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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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特別喔 鹽的結晶在做的時候 我做的時間是這樣 我把一杯熱水 融解很多鹽巴之後呢 把下面的鹽巴倒掉 只留上面很澄清的液體 它就是結晶液嘛 對不對 就是保榮液 它降溫之後呢 它降溫之後 它並不會馬上結晶出來 雖然它的鹽巴 我們讓它拆很大 它不會馬跑出來 但是它不好容易 你會放了好幾天 它水分持續蒸發 你不要去凍它 持續蒸發 持續蒸發 蒸發到有一天 有一天 它突然出現 而且一出現就是一大塊 它不會出現一小塊 為什麼 因為它一出現鹽的時候 開始做鹽巴 就往裡面集中解晶出來 因為已經有晶腫了 第一個鹽出現的時候 就產生晶腫 這時候鹽就趕快集合了 所以產生一大塊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一直觀察不到那個 就是那個過程 那是修宜還做的實驗嗎 對我做的實驗 你有用錄影嗎 我有照相 我沒有錄影 我只是用錄影 然後可以觀察它 瞬間變大過程 直接來一點快轉 縮時攝影 縮時攝影 你下次可以考慮縮時攝影 好 我現在沒有那個設備 這手機好像有塵射也對 那就是要一直接電 你要有空的手機可以做這個設備 我現在目前沒有 等一下 請各位看一下 嘿嘿嘿嘿 怎樣啦 不要亂 沒品喔 通量先弄 這是鹽巴結晶 這個結晶看起來就很醜 這結晶很醜 這要攀金 這看起來像鋁箔子 好 這是什麼的結晶 這是葡萄糖 是葡萄糖的結晶 而且葡萄糖的結晶還有攀金 因為它攀金跟鹽巴的攀金不一樣 鹽巴的攀金很醜 一朵一朵的 然後這個 這個 葡萄糖的攀金 它是一根一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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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這是鹽巴 看到沒有 它一大塊一大塊的鹽巴 很像寶石一樣 好 就拿出來 一塊沒這麼大塊 這是鹽巴 為什麼這個 這哪有很大塊啊 鹽巴的結晶 而且這很特別啊 你看 這個結晶呢 中間有個十字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不知道 然後這個鹽巴呢 你有沒有看到 它缺角 它缺角 為什麼是針幫形 這個部分 我們要從它分子結晶來解釋 很扯耶 不會很扯 好 鹽巴呢 鹽巴是長這樣子的 好 一大一小 大的是綠 小的是那 好了 我現在一堆綠和那 綠和那 要擺在一起 怎麼擺會最緊密 就大小大小 非常好 大小大小在一起 所以呢 它怎麼採 我們看看 它是大的 跟小的 大的跟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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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的 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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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這樣排起來 它是什麼形狀 菱形啊 什麼是菱形 以你這個 長方形 那你轉個角度 它是不是正方形 對啊 是不是正 是正地方底 它上面也是一樣 我這邊會疊個大的 就是小的 小的 小的 大的 好 這邊也是小的 我這樣整個疊起來 從外觀看 它是一個正地方底 對 太扯了 沒有扯 就這樣 這就是潔心的 所以為什麼有些 潔心是正六面體 我要求做十個 可以做十個 麻煩等一下 去取一杯熱水 加鹽嗎 但是我們現在沒有鹽巴 對啊 好 下禮拜 我帶鹽巴來 我們可以做這個實驗 每個人去 攪拌 一杯 液的鹽水 然後呢 我們就放著 有時候會攪 糖水 糖水 糖水也可以 我的今天是 糖水會先發 他會發霉 糖水會發霉 他會發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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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發霉的原因是 我在猜啦 你在猜 你糖水想做完了 潮溼 他可能會濕啊 因為糖水就濕啊 我是說太過於潮溼 那表面 表面可能會有一層 就是 黴菌飄在最上面 它浮在水的上面 所以浮在水上面 那一層霉就會長大 因為它有糖水 那為什麼鹽水沒有煤菌 那因為鹽水是 因為它不是燃養分 它沒辦法讓 它不是大便 它不會讓煤菌長大 因為我們的 我們的食物在生長 動物在生長 我們需要的是碳水化物 碳跟氫的結構 碳跟氫的結構 可以組成生理的 不管是蛋白質啊 澱粉啊 或者是脂肪啊 都是碳跟氫所組成的 鹽巴裡面沒有碳跟氫 所以就讓我們 黴菌的包子落在糖水裡面 它不會長大 因為它沒有養分 可是糖水裡面呢 多的是這些東西 所以當我們黴菌落上去之後 它就會長大了 OK 所以糖水我的經驗是它不會 它不會大 它來不及結晶的時候 它就先發霉 你幹嘛 那但是我試過 葡萄糖是可以的 葡萄糖可以結晶 為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 可以做事情看看 可以觀察一下 是不是沒有挑美智進去 有可能 我是做完 那是最初的事情 做完之後 記得一件事情 我之前沒有做這樣的動作 就是我做完一杯鹽水 就給它放著 或一杯糖水 就給它放著 結果沒多久 還沒結晶的時候 就已經掉很多蒼蠅 不是蒼蠅 所以後來的時間 我稍微會遮一層 衛生機 衛生機是水分 那個水分還是可以蒸發 但雜質會掉進去 可以請看 OK 好 那鼻屎 可以用畫嗎 鼻屎啊 鼻屎 你可以試試看 好 你可以試試看 我知道鼻屎 不過這個CNT 還是有點這個 不舒服 是之前 對 對 對 安靜 我吃了之後 有三桶的結晶 它在裡面是這邊型的 然後 它裡面是 不是透明的 嗯哼 有可能 但是我聽說 那個做出來會是透明的 你 我們先做個假想 對不對 你的假想出來之後呢 你要做實驗觀察 假設實驗出來呢 跟你的假想不一樣 那會兩位同學 跟你實驗沒有結果 不混合的話 通常要做第二次的驗證實驗 來證明是不是哪邊錯了 好 我沒辦法一次就定中生 你的指標了 好 現在下課了 然後 聽 下課 下課上的同學呢 麻煩你把學習袋拿來 在後面做 你的學習袋 寫完的 寫完的 還有你看上第二堂課的 好 是 冠底 你 你讓我忘記了 我讓你忘記了 我讓你忘記了 我在 我這個 一個題話掛了 我在 我在分欄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一個 一個 上課模式 當然這東西見了 就 就